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半当然是因为想要符合宝格丽的包款 其实都有刚好搭到我今天手上拿的这个micro bag的感觉 然后因为比较少比较知性一点的感觉 所以今天就选择这一套服装 我觉得只要是能够让每一个不同喜欢包款的大小材质的软硬啊 或者上面的一些配件上面的 比如说这个包包它也可以当作是腰帘腰包的感觉 我觉得都是让所有不同的女性有一个发泄买包的一个方法 就是很尊重客户的喜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每一年来的时候 都会被他们的这种求新求变的经验到 我觉得是这个腰链的感觉 对 因为现在有一点点走复古的感觉嘛 所以有时候腰包啊 或是把本来应该要拿在手上的 变成带在身上的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结合跟创意 大概就是享受舞台吧 对 因为有时候因为这个比赛制度的时候 大家难免会紧张 紧绷 那我也知道在表演很短时间要训练的时候 那个紧绷会让自己忘记唱歌跳舞的快乐 所以我大概只是提炼他们 因为其实每一个训练生都非常有才华 也非常会跳 甚至有比我还会跳的 所以我只想要告诉他们说 就是享受舞台 对 关心练生都非常有才华 对 关心练生都非常有才华 那边的小朋友 我们需要学会联系 那边的小朋友 我们需要学会和我那边 那边的小朋友 我们需要学会